人不明 May we now invite our re-owned and right-hand director Bad Ming on stage to share with us Hello 大家好 我想首先很感謝今天大會搞了這件事 因為廣告人我自己做了很多年 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是比較年輕 我猜30歲以下的人是不認識我的 但是我入行到現在都很多年 我是由 copywriter 做到 ECD 接著我去了壹傳媒做整個壹傳媒集團的創造總監 在今天有很多人來了這裏 但是我以前的舊同事 很多我同代的人 其實我知道是 或者是以公司的名義 或者是比較senior 其實不是很支持 其實我也有點傷心 因為我同代的時候 我其實都覺得幾多港珠 我都幾寂寞的 所以我今天見到你們很開心 我想說回 剛才我亦都跟大會在這裏說 就是 他們都有知道這次大家的反應 夠不夠強烈 而是其他的比較大的agency 的反應就會覺得 其實 廣告行罷工有什麽用 我們可以幫到多少 我們是否可以改變到任何東西 那我想分享少少 五年前的經驗 五年前大家都知道 香港經歷了一次叫做雨傘革命 我很肯定地告訴你們 現在這班 眼前這班 或者是沒有來到 但是有在背後幫忙的廣告人 已經是多了很多 所以不要覺得 沒有任何的效果 或者是幫不到任何東西 五年前我可以告訴你 我是很早參與 亦都是很早去嘗試找 旁內的不同的朋友去幫忙 幾乎是沒有人肯幫我 即是你說做文宣 即是很少是在背後肯幫忙 所以現在 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做不到事或者灰心 因為變化是不知道 幾時會發生 還有幾時會幾大 沒有五年前當然沒有今天 五年前我找十個 相當有名氣的 策畫師或者是美術的 去幫我做 關於任何文宣的工作 我可以告訴你 十個裏面有六個 基本上是不想覆 有四個比較熟一點的覆 但是推 他只有一個人肯幫我們做這件事 所以我到現在都多謝他 沒有做的我不說是誰 有做的我有講過的 但是他現在 不是很想我提他的名字 我也不會說他的名字 但是 是一個變化 我想 不同的人 需要不同的鬧鐘 響亮的程度去令他睡醒 我想 香港人 終於得到一個最大的鬧鐘 就叫做 七七七 那個鬧鐘鬧醒了很多人 我們今天才有這麼多人在 所以不要覺得 做不到事 任何事都不做 應該是覺得 任何事都可以試 於是 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我想說的是 三樣東西 今天 第一樣東西是 運動走到這裡 很多人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好像在一個樽頸位 我覺得這個是 不需要太過去 太過去 爭著 我們是不是在進步 因為我覺得進步 是不停的發生的 我們不會知道 是不是會有一個突破的位 只要我們堅持 是會繼續有事情發生 我今天想說三樣東西就是 仇恨 自由 和改變 這裡全部都是廣告人 我會用一個 我很喜歡的campaign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 希望那樣東西可以啟發到我們 那個campaign 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我猜剛才說的 所有三十歲樓下的都未必聽過 那個廣告是一個汽車品牌 叫做Honda 它那個 是有一個 是叫做 Hate something Change something 就是如果你有些東西 你很討厭的 改變它 改變是令到它變好的改變 那 那個廣告當然是 關於車 就是你有什麼車的feature 你不喜歡 或者它有些什麼的 性能覺得不好 你改變它 如果我們說回廣告人 我說五年前 或者今天沒有來的 或者是認為不可以改變到東西 沒有支持的 我相信他們都有些東西 是對於這個現狀 或者是對於我們見到運動 一路發生以來 那些東西都是 討厭的 但是他們什麼都不做 而我覺得 仇恨這件事 我們走到今天 是儲了很多 我相信很多人 都對很多東西 是比較 很討厭 但是沒有什麼都不好做 如果你有些東西 是討厭的 改變它 在自己方面 去改變自己 可以改變你身邊的人 最近 投票 我和一個朋友 在那裡分享一件事 我都有在我facebook 寫的 就是 你怎樣去令到你身邊的人投票 首先 我有朋友就是 因為他不在香港 那我就很努力的 令到那些不在香港的人 回來投票 然後 是有的 特意飛回來 於是乎 我身邊有朋友 跟我說我明年 立法會選舉 我們每人 要令到一個或者兩個 不要多一下 不要太aggressive 很容易失望的 我令到 身邊有一個或兩個 在外國的朋友回來投票 第一 第二 我有朋友 他說 我是黃的 但是我父母都是藍的 還要是深黑色那隻 跟著呢 他做了些甚麼事呢 他就是 請他父母去日本旅行 跟著 你知道 藍絲嘛 有好處 那他給他選的 旅行 不過投票那天 那他就好啊 那那邊就少了兩票了 那你又罵了兩票 外國的回來 跟著再可以找方法 送走對面兩票 那一來一回 這條數很容易計啦 第三 我又有個朋友 他收買了他爺爺那張身份證 不知身份證這件事 是很容易不見的嘛 老人家 那那天他就很natural 那令到他不知 為何不見了那張身份證 那 我們這裏都大大話說 都有幾百人吧 每人拿幾票回來 拿走幾票 跟著不見幾張身份證 那就是一條數了 這些都是改變 我們應該要盡量辦法做的 明年 立法會選舉 是一件事 甚麼都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討厭一些事 你想辦法令到他改變和變好 hate something change something 不要坐在那裏甚麼都不做 但是仇恨 不要將他變成一件 改變你自己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見到我有很多朋友 看完新聞很偏激 跟著他做了很多 你去改變那些不公義 去改變你可能是 改變你的決心 改變你的意志 改變你要怎樣的行為 去令到那些不好的事不再發生 change something 是去change那些不好的事 令到他 對以後的人 不要再有那些 不良的效果 而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叫做 免於仇恨的自由 我們很多時在這裏說 香港沒有了幾個自由 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這期我們最欠缺的 但是我想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我剛才說的 我講仇恨 自由和改變 自由這件事 其實是我們走了這麼久 我想由五年前到今天 或者其實 再數早些 或者未來再後些 我們都要一直爭取的 而怎樣可以有這件事呢 就是 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外 我想無論幾多 很討厭的事情發生 我們都要令自己有一個 免於仇恨的自由 因為這件事是會把我們 蠶食得很厲害的 就是千萬不要 將這件事蒙蔽了 我很希望 大家都有繼續做到這件事 因為 我都認識一些 一些前線的朋友 他們遇到的當然是很難受的 亦都是很迫切 很真實的不公義 所以如果 有那些 你在情緒上 會有很多很多很多很難受的事 於是他可能有很多hatred 我希望那些hatred 是會轉化成力量 令到他們改變 這個世界 而不是改變了他們自己 亦都不是令到他們 被這些仇恨 可以去支配了他們 這個是很需要做的 跟著最後尾 我當然是希望 我們可以推動到改變 那廣告人 有些甚麼可以做 可以推動到改變 剛才我說的那些 就是找些朋友回來投票 令到你那些 對面的人 投不了票 那些是不關廣告人的事的 那我覺得廣告人 有甚麼可以做呢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對社會 不同的議題的 就是不要等到 鬧鐘鬧到那麼大聲 我們才有反應 我們才有反應 其實如果我們說 如果我們說 我經常說 林鄭和POPO 是養鬼仔養大的 為甚麼會養到那麼大呢 就是他之前做很多 很有問題的事情 其實大家沒有甚麼反應 如果他做得一次就行 第二次他就浪一點 跟著他去到今次就是 勁浪了 而為甚麼會這樣發生呢 就是我們在很多議題上 其實不夠大反應 讓他知道我們不接受 譬如 過去有幾年 有些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香港人是沒有反應 那個可能是因為雨傘的退潮 令到大家沒有反應 譬如 一地兩檢 其實是很淡的 然後他在議會上做甚麼都通過了 或者是高鐵 或者我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其實是很多人 對一些本身很有問題 其實基本上跟送中是一樣 但是沒有反應 於是他就浪了 然後就深紅 所以我覺得 廣告人可以當是campaign這樣做 當一個Thematic campaign這樣做 就是 逢身有social issue的時候 我們拿出來 大家去當一個campaign這樣 discuss 當一個campaign這樣 大家去討論 或者是去 去直接坐它 好像我們坐brief那樣 坐爆它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 如果不是你一個 兩個三次 他就會越來越 我相信 今次經過完之後 我們也都會 將會面對更多的挑戰 譬如 我們知道他經常說23條 我們知道他講了很多其他其他 要令到香港 變成一國一制的事情 那如果我們每一個議題 我們都不要反應這麼慢 或者是要溫度很高 我們才知道熱的 那就會可以早些 就是病向前中醫 不是慢慢慢慢等到他 哇他最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回不了頭 然後捏到最硬 現在就去到一個這樣的階段 因為這件事總會有一天會有完結 雖然未必是最圓滿的完結 但是總會完 那我們香港怎麼走下去呢 民主可能是很久 或者是一個要繼續完善的事情 但是在這一件事 變成我們一個相對完善的機制之前 我想我們要很醒覺 因為你睡醒了之後 就盡量不要再睡醒 睡醒了之後 就要那個安靜保持著 因為我們不可以將五年前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五年前之後的事情 我們有多少重複犯錯 這次講了很多次 那我想我們這次醒了之後的這一幫人 再和之前的其他 是接下來任何social issue 我們都要醒一點 都要有大一點的反應 去知道問題在哪裏 不要覺得很小事 或者是 其實都沒有人講 我不講了 不會沒有人講 你就不講 反而是沒有人講 你更加要講 我記得關於一地兩檢的時候 我和陳淑莊 和Tanya 是很努力地試一下 在我們的朋友 或者是在各方面 去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但是其實他說 大哥說到爆血管 外面都反應不夠大的 那些反應 那所以 我們要維持著 自己那個醒覺程度 敏感程度 對不同 一些很大問題的事情 不要覺得 我不答高鐵 我就沒事了 就是整天覺得 為什麼你會 可以避免到那個問題 而不想一下那個問題事實存在 總之問題存在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解決它 你不喜歡那樣東西 你討厭那樣東西 我們就找方法去改變它 令到它變好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我們其實現在一起爭取的東西 就是令到那個法制會變好 為什麼我們全部的人坐在這裡 因為現在我們發現 所謂普通法 所有的法制是保護不到我們 那些警例是沒有生效 我們是要確保這些事情 不會再發生 我見到 每一個人 今天是戴著口罩 很多很多戴著口罩 大家都知道 那個所謂蒙面法 也是一樣什麼事 如果沒有這件事 它是在其他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社交問題下 去立一個蒙面法 是不是香港人 又沒有那麼大反應呢 就是我們不可以 在水淨河飛的時候 他做一些壞事的時候 就不記得要醒 這個是我們要學到的 一個很嚴重的教訓 我最後呢 就想講一個 我自己很 很有 很令我永遠都記住的 一個speech 我相信那個人 你們都不太喜歡他 不過 我都不喜歡他 但是他說的那件事很重要 那個人叫George Bush 他講什麼呢 他是講法治 他是講真正的法治 那我記得 Benny 就是戴耀廷教授 他講什麼是法治 就是有法 可以 就是一定要有條法例 有法必依 就是有條法例 你也要跟著的 就是現在我們有警力 是沒有跟著的 然後當然是 以法制權 那布泉 他在有一次的演講 他講了這件事 很重要 他就是人類在千萬年的歷史 最珍貴的 不是令人圓目的科技 不是浩瀚的大師 所有的經典作品 而是實現了 對統治者的信服 實現了 將他的權力 是擺在籠裏面 他說我現在 就是在籠裏面 和大家講話 就是身為一個美國總統 他眼前是有很多欄杆 他是不可以衝出來咬人的 那如果那些欄杆是什麼呢 選票 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三權分立 這些全部都是 用來困住 統治者的權力 困住權力的欄杆 如果權力沒有欄杆 就會是什麼 極權 我們現在 就是吃光了 無限的警權 無限的緊急法 這些是我們不想要的東西 如果我們一路推動改變 我們一路要求 我們的訴求 其實那五大訴求 都是希望 弱制到權力 希望可以在法制上面 找回我們的公義 所以 我今天來之前 我和一些同事去講的東西 每個人都是給我這件事 那些 我想在 法治未開始 可以去到我們最理想的境界 真是可以弱制到 統治者或者是一些 現在放了出來的野獸 現在是這樣在咬我們那些 那我們就要一路推動這些改變 而這件事是 不會停的 我們看一下民主的國家 即使 英國 美國 已經有民主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要推動 那我想我們這個醒覺 我們繼續帶下去 我們 要爭取的東西 繼續爭取下去 每一個階段有不同的爭取 每一個階段有不同的抗爭 只要我們抱著這個心態 然後堅持著在有需要的時候 每個人都肯走出來 那我覺得 我們就不會停留在 給極權去 就是 屈住我們 一個 一個 受苦的境界 今天 我也是那句 很多人是沒有來的 很多人是說 廣告界影響不到經濟 於是是沒有用的 我又仍然是那句 如果你說 你不投票 就沒有用的 你那一票 斬不斷那條龍幕 我就不投 那我們不會有 之前發生的所有事情 所以 我今天不阻礙大家 那麼多時間 如果記得的 無論你憎恨什麼 盡量改變它 Pay something Change something 爭取自己的自由 但是不要 被仇恨支配 然後你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而我們要帶來的改變 是很遠很長 不停的需要做的 所以 你今天在這裏 你記住你明天都需要在這裏 明年有些什麼 你都需要在這裏 以後都需要在這裏 而你以後的小朋友 他下一代 全部都在這裏 我們是為什麽 我們是為令到這個地方 會變好 我們是為到令這裏的法治 我們是這裏的政制 可以更好 如果每一個人都肯做 每個人都走這一步 我相信 有一天一定可以 最後 我老套些 我希望大家 講一句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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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仇 光顧香港 千來監營 謝謝